《妈妈是超人》所有父母齐聚,却唯独养子镜头都被剪掉,为时吗? 最新的《妈妈是超人》迎来了最后收官的一期,所有妈妈带着他们的宝贝到一所下利盈集合,在这里他们度过《妈妈是超人》节目中最后的时光。 《妈妈是超人》。 希望大林子的爸爸也出现了,连灯沙都说想不到他会来。 然而仔细看节目的网友却发现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养子的身影,在上期节目最后的预告中,还是出现养子身影的? 怎么过了一个星期养子的镜头都被剪辑了?难道与最近刷屏的娱乐圈7.5亿合同事件有关? 之前杨子还在微博上发庆祝,妈妈是超人,收官呢?不过网友们在下面回复,你都被剪辑没了,还庆祝时吗? 后来再看时,杨子已经把微博刷了。 不过在曝光出来的《妈妈是超人》大合影中是有杨子的,只能说他现在麻烦不断,节目组也只好把他镜头删掉了吧。 这一季的妈妈是超人也已经结束了,你最喜欢哪个小朋友呢? 暖心的大林子霸道总裁安迪,可爱的步步还是不按套路出牌的哼?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